妈刚才算了一下 你跟荣华结婚了 请求是要花不少钱 要不就别摆了吧 那怎么行 如果说了 一定要摆 不然不嫁 哎呀 摆什么摆 咱家可没那么多钱给你们找他 妈 钱的事情你就别担心了 他那么爱我 他一定会帮我出来 那行 等会他来了 你就装着布子的 由我来说 妈 哎 如花来了 阿姨好 来坐啊 来 吃货 谢谢阿姨 哎 如花 我看啊 这白酒席的钱啊 你们家得出一半 阿姨 那个 之前不是说好了吗 这买房子的钱我们家出 白酒席的钱 你们家出的吗 什么你家我家呀 你都快家到我们家了 那就是我们家的人了吧 那你自然啊得被这个家考虑考虑啊 那我被这个家考虑了 谁给我帮妈考虑一下 这都快是一家人了 计较这么多干什么呀 再说了 你们家有钱 多出一点 怎么了 什么叫应该啊阿姨 这结婚又不是扶贫 而是两个家庭 共同帮助一个新家庭啊 什么扶贫 别说的这么难听 好像你们家出了点钱 就收了什么委屈似的 我儿子可是大学生 凭他的条件 什么样的姑娘找不到 中国每年有几百万的大学生 只要努力就能得到 这只是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成人基本项 而不是加分项 那又怎样 谁能留我儿子优秀 就只有你会觉得 嫁给你儿子是占了多大便宜似的 乳化 我妈跟我上大学 已经花光了所有的积蓄 真的没钱了 当初你不也说了吗 要是有困难 我们能够一起面对 你也不想 上我在亲戚面前才会喜欢我 要不你再跟你爸妈商量商量 那你当初不也是答应了我 要世事违户我 不让我受任何委屈的 那你做到了吗 乳化 你说这话我就不爱平了 我怎么让你受委屈了 我这不是跟你商量吗 想让我家出一半的酒席钱可以啊 不过 不过什么不过 这礼金钱 你们家打算怎么分啊 分礼金 结婚请的可都是我们家的亲戚 凭什么你来分礼金 这酒席钱我们家出一半 这礼金你却想全都账 你这如意算法 打得个真好 你 乳化 我妈不是那个义子 就算你不愿意帮忙 你又不要把话说得这么难你妈 我不愿意 那你们两个话我也思考一下 婚后孩子跟我姓 跟我爸妈一起住 你愿意吗 你妈愿意吗 你痛哗 既然都不愿意 那你们两个就休想空手太为狼了 谁家的钱都不是大风刮来的 感情需要双向奔赴 婚姻也是 我这还没结婚呢 你们两个就出出算计了 这婚姻啊 无要也罢 你们自己好自为之吧 如画 诶 如画